然后底下呢 我们要开始看一下Fetch 这个原生的JS是怎么应用的 Fetch呢 是JS原生支持的办法 然后它比XHR要强大 那肯定得强大 不强大 大家干嘛换这个东西用呢 易用 而且效率高 这个只是开发效率 那基本上来讲 它有两个 它这个东西都是易步的 就是第一次Fetch 你调上Fetch以后 它第一次会有一个易步的返回 这个都不是同步的 这个易步的返回呢 是你发起请求以后 它收到了Header 因为它接收到Header以后 就给你一次 告诉你这东西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 也就是说正常原来 这个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去翻一下 这块里边的阿甲克斯那块 我们当时讲过HDB协议 然后就是Header发过去以后 它会给你一个请求 比如200OK 就说明你这事没问题 是吧 404就是not found的 就是说 就是链接是对的 但是 你给的UIL有错 包括500 500错误是说 那服务器都飞了 不知道哪去了 好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你会接收到Header 这个时候是说 你底下的这个链接啊 Header能不能正常接收 那接收完了以后呢 底下会接收这个数据 那有可能也许是说 你比如说 比如404 404是说这个 整个链接是建立起来了 但是后边这个数据是不对的 那么也就是他接收 保得接收数据的时候 告诉你数据 你这UIL压根就没找着 就比较好像说 你再举个例子 就是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一拨 您所呼叫的电话号码是空号 就直接这个 电话局那边就给你打回来 那号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就属于500类的错误 那404是什么 就是你打电话通了 通了以后接下来说 您打错了 我们这没这人 你找着人没有 这个号的对了 人没有 你自己看看 怎么回事 所以他错误类型是不一样的 所以基本来讲 你记住他一共有两块的这个反汇 那么然后底下呢 他使用的是promise和dent 这个用法呢 我在ES6原来在那个什么语法里说过 那么在这呢 我再说一下 这个事情呢 肯定是需要再说一下的 CtrlC 我们先把它停掉 然后makedir008 把它拿过来 CtrlA C C 哎 好刷新一下 不对 坏了 这个文件夹见错地方 028出来了 好 把 build不用 我们只需要config public 这是ES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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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lC 嗯 CtrlV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底下来 mcmp install 这个打 打错地方了 这个 还好底下没有package点Jason 否则他跑下来 我就郁闷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 这么几个 然后的话呢 嗯 看一下008里面都有什么 好 我们先 先跑一下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起来 npm run build 好 好 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start 好 hello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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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过了这个东西出来 出来以后呢 那么我们呃代码里把它都关掉 close all 07 然后我们进入08 08src 然后index.js 好 那么在这儿的话呢 那么我们首先去呃 来说一个事情 就是promise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把现在的这个东西就呃 一会儿一会儿还能一会儿从别的地方再考吧 好 我们现在在这儿就把它拿掉以后 一会儿顶多是说在console里面 我们看见看见别的东西啊 这个没问题 那我们先来先说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我们来说一下promise promise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es6里面新的一个东西 那么它的定义呢 我们来说一下 就是promise呢 是一个project 那个object 它也是一个反正 那个 那然后呢 它的prototype上挂着这么个东西 prototype 点 挂着一个凳 这个东西呢 在这个凳里边有两个函数的回调 这是两个函数的回调 我们把它一个叫做on 你看这个东西就知道这是一个钩子 是unfulfilled 还有一个就是unrejected 也就是说第一个呢 首先 你去伸 你去拗一个promise的时候 这是它的凳里边 你去掉它的凳的时候 放这么两个东西 然后的话呢 它在某个时间点 后边呢 首先它是一步的 在后边某个时间点 它会做一个决定 我到底是掉这个还是掉这个 掉这个一 还是掉这个二 这里有两个 一个是说当它被满足的时候 它会掉一个东西 然后它当被它不满足的时候 它会掉另外一个东西 这就是整个promise里边能做的一个东西 而且呢 还有重要的一点 就是当你掉完凳以后 这个凳会返回一个 凳会返回一个新的promise 所以其实来讲呢 那么就是说 promise这个整个的过程 它可以使得所有的东西都一步化起来 并且在一步的过程中 能够进行链式掉用 就是在一个凳后面 还可以继续掉用凳 你可以在一个 这个这个凳 因为这个凳 它返回的时候还是那什么 后面还可以这样掉用 你可以一直这样链式的掉用 理解吧 所以可以链式掉用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它这是一种语法的形式吧 大概是 好 那我们来给一个例子 这里面第一个 来一个例子 constp 这个p呢 是一个 是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返回一个promise 我们还是用老写法 那么这里边呢 首先我们它返回一个promise 我们这里return 然后的话呢 那么当然这个一会儿 我们你看吧 这就是一个缺程的东西 首先这里边我们 letnum等于mass.random 我们获得一个这么里面的一个随机数 这个0到1之间的随机数 获得这个随机数以后呢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开始去创造一个promise 这个promise 刚才 刚才我们说了 当然这个 这个是done的 那个什么 promise 够到函数呢 它里边一般来讲 会 放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 在某个时间点呢 会被调用 就是最初始的 在done里面的时候 它有那么 有那么个东西 然后在你写完done以后呢 它会把这两个 当做参数 传给这个函数来调用 那么这就是一个箭头函数了 箭头函数里面有两个 一个是resolve 这个resolve的 就是刚才你在done的时候 填进来的这个东西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reject 然后底下开始调用 在这块呢 我们会运行 我们要介入settimeout 也就是说 你升上这个promise以后 过 它会set一个timeout 这个timeout 可能是一秒钟以后 一秒钟以后 它会做一个决定 它内部有一个状态 如果它成功了 它会调你给进来的这个resolve 如果它失败了 它会调你给进来的这个reject 所以一会儿 它会跟done有关 那么也就是这两个东西 当然如果说你倒是那个down没有怎么办 如果你没设定 那它就忽略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函数其实来讲是等于是说 它把里面的结构设定了 那么你只要有down挂进来 那么它就会刷新这个resolve和reject 然后当事件被触发的时候 它就会相应的掉钩子函数 这块能理解吧 promise这个稍微有点绕 就是说我先生成一个promise 这里边 然后把一个函数放进去 这个函数是真正promise里边的工作函数 然后这个工作函数 它一定是一个异步的 到某一个时候 它会回来 当然我们现在为了模仿这个异步 我们塞的太旺了 当然你里边可能是 比如说像我们的fetch 这就是一个异步的 你把请求发出去 它什么时候回来你不知道 但是它回来的时候 总有成功或者失败 它成功的时候 你该怎么操作 它失败的时候 你怎么操作 你用dun来设定 你dun在设定以后 那么dun进去以后 会改动resolve和reject 那么当它触发的时候 它就会去掉resolve和reject 这两个钩子函数 理解吧 那这个话 大家体会一下这个东西 那我们来底下写setTimeout 那setTimeout里边 还得再写一个钩子函数 这个钩子函数 再写一个箭头函数 不是什么钩子函数 在这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看明白这个事情 是promise在这 填了一个函数进去 这个函数是在未来 某一个时候都会运行的 然后在这运行以后 那么在这个里面 setTimeout setTimeout里面 又需要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是 多长时间运行了 1000毫秒以后 也就是一秒钟以后 然后这个函数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函数的内容是啥 就是如果 NOM大于0.5 也就是说 因为我这是一个 Random拿了一个数 然后我看到一秒钟以后 我去看这个数 其实这个数 现在当时就返回了 只是一秒钟以后 我拿这个东西再判断 我再判断 它是大于0.5 还是小于0.5 如果它大于0.5的话 那我就调用result 并且这个时候 我把这个数给进去 如果的话 它小于0.5的话 那我就调用reject 同时也调用N原 好 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 一个promise 在里边我们模拟了一个 在未来某个时间点 就是有可能 它是一个回调的状态 那么并且把两个钩子 以及钩子 按照什么样的标准调用 已经说了 然后在这底下 我们这是运行P P是一个什么 是个function 对吧 我们要运行它 调用这个函数 将返回一个promise 然后promise的prototype上 挂的是down 也就是说 现在在调完P以后 这个东西就已经 setTimeout 已经开始跑了 在跑的过程中 那么底下 我有一个 我要用down去 把两个钩子函数 设定一下 那么在这里边 这个down 我们有两个 钩子函数 对吗 中间有一个刀号 好 把这两个 这么弄一下 然后 这个呢 是首先 第一个钩子函数 是val 因为上面会给进 一个这个东西来 那么这个 如果有一个参数的话 可以不打括号 val 减括号 到他 然后 大括号 把大括号的底 放在这 对吗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那个 勾字函数的定义 然后第二个 又val 等于大于号 又一个括号 把这个括号 搁到下半了 对吗 没问题吧 这是两个 能看出来 这是两个 这是两个 这个 这个就是resolve 这个就是那reject 在这 这是他俩 好 我把他俩的定义 给进去 给进去以后 他会复制到 这两个东西 然后在这里面 satime 当运行的时候 要么掉它 能理解吧 那么在这的时候呢 我给一个console.log 那么叫status switc 这一看就是 我拿的某个demo的例子 英文写的很地道 to fulfill and value is dollar vl ok 也就是说 如果他大于零的话 我告诉你 他被fulfilled 也就是他被满足了 然后他的值呢 是多少 我会告诉你 如果他失败了的话 其实也无所谓 我们无论如何 都是打印这行话 log 这是status switched to reject gct and value s dollar vl ok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刷 这个东西就应该有了 他应该没东西 好吧 你看status switch 就是fuel 然后他是0.96 好 我刷一下 一秒钟以后 好 刷完了以后 这次reject 因为这数太小 你就可以随便这么刷 然后你可以看到 每次小的时候都是 在 大的的时候都是那什么 ok 也就是那么promise 跟den 这种 合作的模式 这个 我应该已经把它说清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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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